这两天由于抢冷空气的原因啊 今天早上来到海边的时候发现这么一条狼沙 大爷正在这里摘呢啊 刚才问大爷说 这狼沙不属于我们这片海域啊 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飘过来的 老天妈这条视频就不要小公斤了 老天妈应在你们面前的东西呢 他其实不是海长啊 他叫海藻也是可以食用的 和海长长得非常相似 食用方法呢和海长几乎是一样的啊 把它内脏取出来 然后清理干净就可以吃了 然后呢 要多清洗几遍 因为他身上的粘液特别多啊 吃起来会特别新 喜欢老铁记得双击关注我 爱我兄弟们 此一名叫西盘鱼 习惯吸附于大型鱼类的体外啊 环游世界 咱看看他的吸力到底有多强 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两斤多 生前很强大 死后也不简单的 咱老铁 如果你连接的是无线wifi的话 去给个双击 我好几个小姐姐问我说这个西盘鱼到底能吸多重的东西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咱今天做这个小实验 看看能不能把这一杯水吸起来 啊 有的小姐姐第一次见啊 就给我双击了 有多少钱他没见过 他也不给我双击 还给我翻个小白眼 记得加个关注 这个西班牙呢 上次吸的是大脸盘子 这次吸个同时商 哎得走两步 瞅一瞅 吸的不错吧 哎呦 咋掉了呢 给瓶子一个